粉丝蒸元贝 大家好,我是爱主家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个金银蒜粉丝蒸元贝 元贝在街市买的时候 我已经叫他帮我清理肠和内藏 我还浸了粉丝 因为粉丝会吸收元贝的鲜味 还剁下蒜头 蒜头会令这个菜更加突出 现在我再清洗元贝 接着就会晴干水 现在起幼锅 爆香蒜蓉 用中火炒 一边炒的时候 蒜蓉会慢慢收干水分 就会变回金黄色 嗨,闻到很香的蒜蓉味道 筷子要不停搅拌 以防粘底 炒的过程中 蒜蓉开始微微转和 蒜蓉开始浮在上面 代表差不多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要熄火了 因为它还有些月温 会令到蒜蓉会变得更加焦和 现在就开始下调味料 半茶匙的盐 半茶匙的糖 和一茶匙的鸡粉 一茶匙的鸡粉 过程中要不停搅拌 它 因为还有热力 会有余温升高 然后就装起碗里 备用了 现在就来处理一下粉丝 给蒜蓉 拌一下粉丝 让粉丝有少少的味道 然后夹粉丝 在圆背上 然后再加些蒜蓉 可以两种做法 再加些炸香的蒜蓉 在上面 令它味道更加丰富 再加些炸香的蒜蓉 然后开大火蒸 8分钟 快就完成了 我想这个菜 很多人都会喜欢 然后我会倒入多余的水分 然后趁热 撒上葱花点缀 装饰一下 装饰一下 然后淋上葱花点 然后淋上葱花点 让香味散发出来 然后再加些 蝦油 一点 完成后 我每个地方加些 豉油上去 这是自己调调的豉油 的了 吃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油多 可以备走少的油 因为现在香港人健康 要少油、少盐 香港人吃海鮮 自己买回家製作 由经济、由实惠 招呼朋友吃饭 这个菜也很大看 我拿了一个 試吃 看看粉丝 吸收了原辈鲜甜的味道 特别好吃 粉丝好像做了主角 每个人都欠粉丝 很香 很甘香 尝尝 好味道 我不再说了 我要吃东西 你们自己看 炸香的蒜蓉 在口腔里 真是回眉无穷 我都不故意太了 好味道 连汁都要拌 希望大家都喜欢这个菜 大家乐趣共享